今天我要介紹一部相機 這部相機等於Leica M11 再加上Leica Q3 然後再加上SL2或SL2S 這部相機是甚麼來的呢 Hello 大家好 我是M&K Camera 的Frankie 這次跟大家介紹一部相機 正如我所說 M11的6000萬像 同一個感應器 它可以有DNG 6000、3600 以及1800 這是一個Full Frame的格式 並不是一個Corp的格式 還有就是Q3 Q3用了甚麼呢 用了Q3的反屏幕 還有就是對焦系統 同樣都可以拍到8K的影片 再者就是SL2或SL2S系列 可以拍片 可以換鏡 用到L-mount的鏡頭 這一部就是 我手上這部就是Leica最新推出的SL3系列 這一部相機 我們先由近開始看 看看它的外觀功能 以及不同的按鈕 大約它們使用的方法是怎樣 首先這裡好像很簡單 其實之前就是Pay Park的按鈕 現在轉了這個按鈕 當你關掉了很久 要關掉它的話 要長按一點 它就會關掉了 如果你要關掉它 其實輕按一下 它就會關掉了 你可以不用理它 它就會進入睡眠狀態 但最棒的東西 就是當你按下Shutter的時候 它自動會醒來 你記得 如果你譬如說 我用完了 我放回袋子 或者去寄倉 寄行李的時候 你是要長按它 然後它會出一個LIGA logo 真的睡了 按其他按鈕它已經不會醒了 唯獨你再長按它 它才會關掉 當你這裡減回不是Auto的時候 ISO就可以在這裡轉動了 ISO光圈快門 三大要素就齊了 好了我現在說一下功能鍵 有些按鈕是沒有寫字的 譬如說這一個 這一個 這一個 以及前面都有兩個 這些都是功能鍵來的 怎麼用呢 本身已經有功能了 其實你長按它 你可以轉一些 你自己常用的鍵 如果前面也是 長按它 它轉的東西 其實它有 每一個功能鍵 選出來的東西 是一樣的 會有些不同的 到時你 因應你自己的選擇 去選擇兩樣東西 另外 那個螢幕 螢幕要講一講的 螢幕也是Touch螢幕來的 而且是可以反起的 你可能低炒 或者是高炒的時候 是用起來比較方便一點 平反了 是可以當一個 腰瓶這樣去看 我覺得這件事很方便 唯獨不可以左右反 我覺得是唯一 可惜一點的地方 例如我們經常都拍片的話 就很難做到自拍 那些這樣的功能 那這個我覺得相對來說 比之前是好很多的 那以前呢 基本上都是要拍一點去拍的 如果是拍一些 低炒的照片的時候 那在SD卡方面呢 現在有兩個卡槽的 那之前兩個都是SD啦 那現在呢 就多了一個CF Express Type B的 那這個相對來說 這個速度可以是再高一點 拍8K的時候呢 可能 SD卡不夠快的話 可以選擇這件事了 那在另外一邊呢 就是可以插到HDMI 這些泥牌東西了 麥克和耳塞 可以用Type C直接充電的 那這次我覺得它 就真的有點節省了 那麥克就沒有跟到一個火牛的 但是呢 它現在出了一個新的版本呢 就可以充兩顆電 那就是用Type C的 雖然呢 SL 系列呢 出到現在呢 已經是第三代了 但是有很多朋友可能都不知道呢 到底這個SL 系列 是可以用什麼的鏡頭的 那麼首先呢 就是一個Elmang的鏡頭啦 Elmang是什麼呢 Elmang 大聯盟啦 那麼當初呢就是有Leica啦 Sigma啦 以及Panasonic的 那麼現在呢 加入的成員呢 就更加多了 那麼首先呢就是拍片 很強的 Blackmagic啦 那還有呢就是 很強勢的DJI啦 雖然呢他們在做 無人機方面呢 是已經是做到出神入化啦 但是除了這件事之外呢 其實呢 都有涉及到很多關於攝影的地方 相信將來呢有更多的發展的空間 在這個Elmang的方面 那麼除了它本身這個是Elmang之外呢 是可以加一些接環啦 那麼當然下了Mmang之後呢 就可以下 Rmang了 再加一個接環呢 可以下Rmang了 或者有一個接環呢是直接下 由Leica L 去轉了做R 都可以 只是這個R和M的系列呢 已經是超過了230的鏡頭的選擇了 所以鏡群方面的選擇呢 是非常那麼多 很多朋友呢可能他用開Leica的呢 他不知道呢 原來 Leica SL系列呢 是可以用到之前的鏡頭的 那麼現在知道呢也不算太遲的 因為這個新機的出現呢 也都增加了很多的方便性 那麼如果你說一些 C 技呀 N 技呀 那些用不用到呢 其實只要加一個適當的接環呢 近時的手動鏡呢 是沒有問題絕對用得到的 那麼至於 後期有些自動對焦的鏡頭呢 那時候曾經出過一些接環呢 是可以用到的 但是穩定性不是很高呢 我也都不推薦給大家了 在相片格式那裏呢 之前跟大家也都說過了 他分了是6000萬像 3600萬像 以及1800萬像 那麼很多人都會認為 那些會不會是一個 Corp 了出來的呢 其實就不是的 6000是一個full frame 3600也是一個full frame 1800也是一個full frame 所以拍出來呢 是full frame的制式來的 只不過呢 是個像素呢 減低了 是因應你自己的需要呢 去改變的 那麼在影片的格式方面呢 最高格式呢 是8K的 跟著呢 是有4K的選擇 以及這個full HD 還在lock的格式方面呢 亦都可以 除了lock之外呢 還可以選擇最新的 影片格式呢 HLG 在FPS方面呢 即是說每格 張數了 那裏呢 可以由最低的23 就去到120張了 120張在 拍攝慢動作的時候 就很有用了 說回Sensor 是一個BSI的制式 即是一個背照式的Sensor 那它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在低光的情況 的表現是非常好 配合Leica的大光光圈鏡頭 就是如虎添翼的 這個Sensor 除了是6000萬像之外 解像度很高 它的dynamic range 亦都是很強的 例如說拍攝的大廈 在差不多是 蟬逢的位置 你當的位置 是背肛的 即是說那些位 應該細節位 未必看到 因為太暗了 但是這個dynamic range 夠闊的話 其實很多細節都看到的 可以看到 蟬逢底那裏 一件一件的 質感 是完全 可以呈現到出來 還有一點 就是它有一個 防手震功能 我試過在尖沙咀海旁 拍過去對面海的 用了一支35mm的鏡頭 拍過去那時是手持的 估不到是二分一秒 竟然拍出來 可以看到對面的窗 一件一件 清晰的看到 唯一就是 當時實在是太黑了 我就選了 五千i 數 Lois 方面 可能會略高一點 好了 然後再說 就是它的對焦 對焦方面 它現在更新了 用了一個新的科技 這個叫做上位對焦 在精準度方面 是有提升的 在店鋪 試過測試 這個對焦 因為我店鋪 四邊 都是有 色櫃的 色櫃是有燈 但在中間位置 其實沒有一個 很明確的燈 是照明的 所以那些燈的 光線 基本上 在色櫃 是散出來的 簡單來說 那個位置是背光的 影出來 亦都是追得非常準 無論我走前 走後 走左 或者走右 的時候 它都是跟得很好 甚至乎 零轉身 用背部對著鏡頭 都是識別到 那個是一個人 亦都是拿出街外面 戶外 當時 外面有很多行人 走來走去 它都很準 可以咬住 有幾個 可以讓你選擇 到底對誰 在影片格式方面 其實 剛剛我都說過 有很多的制式 那個你可以 互相的配搭 可以選擇一個 你想要的格式 例如你可以選擇 8K 4K 再配合 幾張 用甚麼Log的格式 或者用HLG 然後再選擇輸出 它本身就可以選擇 四個不同的格式 如果你認為 都未夠的 還可以加多一個格式 在當你日後 戶外 不同的環境的時候 是會去接換的 當時你可以選擇 快捷鍵 是很快地 改變到 你的影片的格式 雖然這部機 是有一個 反螢幕的設計 但是 依然可以保持 IP54 這個防水防塵的功能 在這方面 我覺得是做得比較好的 在電池方面 現在這個是 用Q3 同一樣的電池 之前是1860mAh 現在就加大了 內用了 現在是 2200mAh 還有一點是要留意的 如果你是用低容量 制式的電池的話 在某些功能 會限制了你 例如 拍不到8K 拍不到4K 只可以拍到 Full HD 因為這部機 可以拍攝 影片或是拍照 有切換 Menu的設定 會有些混淆 兩邊其實是分開的 相片 和歸相片 相片方面 顯示的 Highlight 是選擇了紅色的 影片方面 是用了一個 黃色 代表的 你就不會混淆 當時你用的Menu 到底是 Video 還是在拍照 就會更清晰 曾經傳聞 M機拍出來的相片 是會比SL系列 尤其在用M鏡的時候 是會好一點的 SL3 官方也表示 用M鏡的話 跟M11 其實是看齊 是一樣的 所以這件事 大家就不用擔心了 在尺寸和重量方面 比之前一代 是小了 手柄 反而 是特造出了 因為其實 之前是短一點的 變了 騙的時候 就沒有那麼好騙了 但是 還是會留意一個情況 指甲 不要抓多下去 就沒有那麼容易刮花 機身表面 手柄 之前那個是闊一點的 現在 就做窄了少少 而在重量方面 是比之前 輕了差不多 200g 現在是768g 在現在 那麼缺貨的時候 我特意開了 一部SL3 去拍攝 介紹給大家 希望大家 就不要淋惜了 記得 like and share and comment 如果你覺得我的影片有用 希望你給我一個like 以及subscribe 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 跟各位 中文字幕 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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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